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麦子商城的其他页面的实现过程 那么在我们一个网站当中,特别是电子商城内的网站 那么首页面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列表页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产品的这个详细页面 那么在前面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首页面和这个产品的列表页面的基本实现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关于产品列表页面的实现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件呢 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详细页面的一个基本布局 产品详细页面啊,那么它这里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模块 一个是用户信息模块 这个呢,实际上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产品的首页面和列表页面里面都有 然后呢,这个是产品的浏览模块 然后这边呢,是产品的详细 是我们这整个页面的主体部分 那么详细呢,它上面呢,有一个未知导航 然后图片展示 这是图片展示 OK,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这个图片展示,它实际上里面呢,就包含了一个大图片和一个小的缩绿图片 但一般来讲呢,这里可以放三到四个小的图片 然后鼠标移上去或者点击某一个小的图片 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呢,各个角度不同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里是产品的这个,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它包含了商品的编号,积分,然后呢,价格等等 然后购物车的一个按钮 这个是产品 那么对于这个页面 这一块呢,是一个重头 重要的一个实现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我们在京东或者说淘宝上购物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当点击或者鼠标移到这个效果图上 这个产品的图片上的时候 旁边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图片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产品图片的各个细节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放大镜的一个特效 那放大镜的特效呢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讲解如何使用Jascript 来实现这个放大镜的特效的功能 那这里呢,有产品的一个缩略图的展示 就下边的 还有呢,就是放大镜的特效 刚刚说了 那下边呢,是一个 其实就主要是个选项卡 选项卡的实验原理呢 我们后边也会详细的给大家进去讲解 然后呢,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呢 可以呢,直接复制我们前面的这些 素材里面的内容 或者说你自己呢,来编写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的 好了,那这个是我们课件的一个介绍 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然后找到我们的效果图 然后这里面呢,是产品的页面 这个页面 打开 那这里打开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图片裁按开器 或者用这个,都可以 OK,打开以后呢,我们放大 它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它现在是这样的 那这边呢,就是左边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近期浏览的产品 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放这里 而且后边呢,因为这右边部分 左边这里呢,有很多空白 那么我们还可以呢,给它增加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热力的商品呢 推荐商品呢,等等等等 那可以了,当然我们根据效果图来做这个页面的话 那这里只需要两个模块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 发挥你自己的充分的一个想象 然后在这里呢,可以自己再加一个模块 然后这里 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 基本信息 然后下边呢,是它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说明 还有相关商品 商品的评论,等等等等 那这一系列的内容呢 我们后边呢,会想象给大家讲解 首先呢,我们这一节要实现的 就是它一个整体框架的实现 还有呢,左边部分啊 这两个模块的一个实现 然后如果实现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把右边这一块的一个框架给搭建出来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它和我们哪一个页面比较的类似呢 和我们的这个详细 这个产品的列表页面 有一些相似之处 首先呢,哪些地方比较相似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网页的 这个中间部分的一个结构 它是一个左右的一个结构 那么左右,那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呢 它也是一个左右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列表页面啊 拿过来进行一个粘贴复制 然后呢,内容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就可以实现我们相关的一些功能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页面 按Ctrl C 这是个快捷键,按Ctrl C 复制 然后呢,在这里编辑粘贴 或者说直接按Ctrl V 也可以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 这个拷贝的内容呢,改一下 Product 就是一个产品的列表 我们把这个名字呢,给它改一下 Product Info OK 那这里拿过来以后 我们最好呢,把这个页面的 呃,标题呢,这里改一下啊 产品详细说明 OK 然后这个呢 我们也拿过来修改一改 啊,修改一下 这个是 产品列表 那为了这个后期维护的方便 我们可以呢,单独给它啊 加一个这个CSS样式 或者我们把这个CSS样式呢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Basic 就是第一个CSS样式表的后边 哦 那后边 那这里呢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这个说明 就是产品列表的 样式啊 类型 OK Copy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就是 如果有产生新的样式呢 就是产品 产品详细 信息的 样式类型 OK 那么 这个 拿过来以后呢 我们这个 Style 这个就可以去掉了 这个也是为了我们后期 整个页面的维护 啊 方便维护 产品的详细 那这里呢 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页面当中 引入了这个CSS的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Style呢 这呢 把它先 再去掉 那对于这个页面而言 我们可以把中间这一部分 哦 先把它去掉 这个是 啊 产品列表啊 这选项卡 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不要了 好 产品的这个 详细的说明 这里 我们可以 到这里把它删掉 删掉以后呢 我们啊 根据这个 效果图 来进行重新的布局 这一块呢 也不需要了 这中间的部分 OK 这是中间部分 这是左边 这是中间 这个 OK 这是中间的整整体 这是中间的左边 这是中间的右边部分 这是两大模块 我们呢 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首先 找到 ProductInfor这个页面 然后呢 让它 进行一个加载 OK 那么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呢 首先这个用户信息 这里呢 可以把它去掉一部分 去掉一部分 这个根据我们 效果图上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只有注册登录 购物车 对比框 那这个完全呢 是 手页面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功能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呢 找到手页面 Index页面 那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把 手页面的 这个列表的信息呢 把它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呢 太好实现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 在我们前面的 劳动成果技术上 然后做一个 简单的修改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 把这个 拿过来 简单的复制 然后呢 大家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产品的 详细 说明页面 这里是不是就实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根据我们的 这个效果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个最近浏览商品 我们这里呢 可以把这个商品呢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 放到这个页面的 上面部分 把这一块 把这个DIV Counter X 放在上面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好 就在这里来了 然后下边呢 这个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 这个我前面说了 这个如果你自己呢 要给他加一个 这个 比如说 上面分类啊 这个也可以 这个是 最近浏览商品 我们把它修改过来 就可以 这一块的实现 非常简单 OK 这里呢 做了一个简单修改 那这两个功能呢 就实现了 对不对 就实现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 在这个 左边部分 左边部分呢 右边部分 这里呢 去实现它的列表 这个是 最近浏览商品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再放一个呢 它会是一个 怎么样的效果 它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这个Border Read BorderRead 这个实际上 底部的边框呢 可以修改一下 因为这个 如果加个BorderRead 我们这里要修改一下 BorderBottom Border Gone Ttom 这里呢 我们可以使用 Dotted 这个虚线 一个像素 颜色呢 可以使用灰色 OK OK 大家这里呢 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好 这里 我们看一下 刷新 这样的一个 基本效果 暂时呢 我们就保留 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中间的 右边部分 中间右边部分 首先 这里是一个导航 那么这个导航呢 我们在前面实际上也实现了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导航呢 拿过来 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列表页面 产品的列表页面 OK 这里呢 找到产品的列表页面 那么这里呢 打开了这个产品列表页面 以后大家看到这里一个你的位置 然后页面 然后这个 呃 用户电器等等 呃 家用电器等等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呢 直接的 哦 copy过来 然后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就可以实现 好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呢 再去 呃 单独了 去写更多的代码 那这个呢 直接这样啊 大家看一下设计 然后我把鼠标放在这里 然后代码 然后它就直接跳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直接copy copy到来 啊 copy到这个infor这个页面 然后呢 要放在哪里呢 就放在这里 哦 这个是mid的这部分 然后把它放在这儿 OK 这里呢 大家刷新一下 好 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 呃 我们可以呢 再给它简单的设置一下 它的css样式 好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给它 比如说加一个tx r indent 就是 比如说 10个像素 啊 px 还有呢 margin top 啊 10个像素 OK 那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观察到 仔细的一点通许呢 大家可以发现 它前面呢 这里呢 有一个小的箭头 那这个箭头呢 我们也可以呢 去给它啊 实现 这里是就是放一个图片在这里就可以了 哦 OK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在这里放一个 imagine图片 这个imagine 然后去找到这个图片的位置 OK 在这里啊 home 这里 把它拿进来 好 这里呢 大家刷新一下 啊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嗯 那这个 我们也就实现了 这个是我们产品的详细页面啊 详细页面里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框架 然后呢 下边呢 主要就是一个产品的详细啊 信息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啊 中和下两大三大块 上边呢 也可以分为左和右两块 那么我们先呢 来给大家把这个结构呢 给大家布局出来 这个是产品的产品详细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 嗯 好 那么上边呢 先放一个盒子 这个div呢 我们常称为盒子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盒子编程模型 然后上中下 上边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左右的结构 OK 这是左 右 左边呢 主要是放图片 图片呢 又 其实这个图片这里呢 它又分为了一个上下 上边呢放大图片 下边呢放小图片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ID 或者说 嗯 这里直接加 ProInfo box OK 这个是左边啊 应该是ProImagi 放图片的盒子 这是放图片的盒子 然后呢放图片的盒子 我们刚刚说了 又分为了两层 大家看一下 下个图 这是放图片的盒子 它又分为了上和下两层 上边呢 这一个盒子放的是大图片 下面呢放的是小图片 首先上边这个盒子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ID Imagine 这个 BigImagine box 这个给它定一个 大家在定义这个ID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和前面我们已经定义过的ID来重复 如果重复的话呢 放在这个CSS里面呢 有可能会导致这个CSS样式的重叠 那就没有 就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OK 这个和这个 它是一个左靠起 那么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呢 给它 这个是它旁边的这个产品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这里呢 有没有定义 ProList 这里呢 如果不太确定的话 可以呢 在这里来粘贴复制一下 没有 是吧 没有 那说明呢 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把这其他的几个页面呢 先关掉 这个是ProImagine Box 我们可以呢 先在这里给它定义一个CSS样式 然后这个是ID 我们也可以呢 ID定义的 也可以先给它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图片的列表 到CSS样式 你可以给它放在这里 先放在这 那摘一个位置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负容器 这是里面的两个 小的容器 那这两个小的容器呢 我们可以呢 给它先加上一个宽度 那这个宽度是多少 我们这里呢 用效果图 我们使用这个 Fireworks打开 然后呢 进行一个简单测量 然后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使用这个选取框来测量 或者呢 使用这个切片工具来测量 都可以的 然后 根据我们这个效果图的宽度 我们可以呢 来看一下 它的宽度呢 大概是310个像素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给它定义 310个像素的宽度 Vidus 310个像素 然后高度 高度 我们可以呢 暂时呢 不用给它定义 然后 这边呢 我们再看 这是多少 这边的宽度呢 是 462个像素 这个 看一下 这是左 这是右 这右边这个 我们把这个 C式样式也给它 拿进来 这右边这个盒子 先把这个 给它定义了 462 像素 这个宽度呢 应该是指 这个 Primagic 是指 这个盒子的宽度 因为从宽观上 这个盒子呢 和这个盒子呢 是并列的 是左右排列的 两个盒子 而这个盒子里面呢 又放了上下两个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 float left OK float float left 这里如果大家要看一下 它的基本效果 布局呢 你可以呢 给它定义一个 高度 高度 或者说 为了不影响 它的这个 大小 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一个 最小的高度 比如 300 最小的高度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定义一个border border 比如这里 OK 拿到最下面 Ctrl S 然后呢 大家可以呢 再把这个呢 刷新一遍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效果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420 460 310 那么这个和这个加起来呢 就是772 772 而我们的这个详细 这里呢 我们是760 那么这里呢 就少了 少了 我们可以呢 把这里修改一下 这里可以改成 448 或者445个像素 446个像素 也可以 然后尽量的加起来 小于 它原来的这个 另外呢 我们把这个去掉 这里呢 不适合加注释 把这个去掉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 左右的一个结构 好了 我们今天再讲呢 就主要先把这个 详细页面 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给大家框架 给大家实现 然后大家下来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效果图 自行的 先来设计一下 它的这个布局 并且来根据我们 这一节所讲的内容 大家可以 下来自己去实现一下 下一节 再见